这周三年休啊 然后今天想去河口湖看一看 来了日本之后好像还没去看过富士山 然后从上周开始到下周都是英语连绵 就这个星期六的半天是青天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富士山 然后去碰碰运气吧 看一下那个蛋排呢 这上面这个8点52 然后快速线到大运 这是中央线 然后这是东京四十八站 有很多人都知道从那个新因素 可以坐长期发车或者是快速列车 但是如果是一般列车的话 这个比较便宜 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慢个30到50分钟左右吧 如果不是很着急的话可以做这个 去那个河口湖的有一个特派的叫富士回游吗 那个一天只有几趟 而且那个指定做了的话全都卖光了 就没卖不到 差不多到了一半的路途了 但是天上已经开始有路途了 担心看不到啊 这身上还是白色的 是上个去起来的 这个中央线的话是从东京车站做到大悦站 中间没有换乘没有换乘的车 然后这个是没有换乘的快速列车 大概两个小时 如果坐那个富士回游这个就是贵一点的车的话 好像也是很高大悦站换乘的意思 所以那个 而且今天星期六 但是车上的人非常的少 肯定有坐稳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 又不想按那个 就是按那个 出售有那个时间线走的话 可以做这个 这个应该一天终于好几次可以坐车的 你看那个山上那个白 特别白是什么东西 是风还是是虚啊还是什么东西 我冒着热气的感觉 到了这里感觉已经有那个巨物恐惧症了 肉眼看的话就很大很大 重山巨女的强 这里是大悦站啊 中央线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要转成这个富士执行线 是一个普通列车 进来这边是可能要贵一点的列车 然后这边是 是就是一般的面 这个就是卖车 坐这边的就可以 马上就看到富士山的家人 啊看到富士山了 这次这个近距离的街头 富士山 啊这个线的这个起点是大悦 然后中间京亭下极田 然后最后的河口湖 我们的中央站是河口湖 但是这个下极田这个站 来看一下 一个新苍山潜建公园 就是往上非常流行 那个塔和富士山拍到一张照片里的那个地方 啊如果想去那里拍照片的话 就是在下极田下车 我们就不不去了 我们直接到河口湖 我现在终于到了河口湖上了 这一趟列车就是那个人特别多了 我应该做那个富士会 我也从大悦做过来 很多的人 很特别是外国人特别特别多 然后刚刚在车上碰到一个当地的那个老先生 给了小孩一包链石 我问我是从哪来 我是冲过来的 然后呢中国人很多 嗯 另外呢这个车居然有中文爆炸 不是那种就是机器的录音 就是这个列车员会用中文爆炸 有点撇角的那个汉语 但是非常贴心啊 有中文爆炸名 这里一出站 其实就能看一下富士山 然后我们现在去坐这个缆车 应该看的更清晰 然后这全都是外国的 基本上本来这就是街舞 都是外国人的 河口湖这到处都是雪呢 还在化雪呢 比较冷啊 我现在是走着去那个 坐缆车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还有河口湖坐游览团 也是在那个地方 看坐巴士也是唱了十几分钟 走着也是十几分钟 然后正好沿途的这些风光 也可以慢慢的欣赏一下 就走着去十几分钟 正好这个到中午饭点了哈 这个中间有什么呃 餐厅的话 看着就随便吃点 因为这个晴天好像就是 那半天啊 好像到下午三四点钟 又会变成阴天 所以很有可能富士山就看不见了 所以抓紧时间 该看的地方看一看 然后看完了就 嗯 去酒店了 这边走过来 顺着那叫大道 然后 往前走应该就是了 挺简单 那个路的 你就按地图走就可以了 这就到了河口湖了 下面这个湖就是河口湖 挺小的 然后里边有这种浏览船呀 这个好像是1000日元 然后有这种小的 因为上野贵员那个船似的 自己蹬的那种 然后缆车应该在大概正前方榜 还没看到 过去看一下 山顶那个小黑色盒子就是山顶 这就是乘缆车的地方 看这个人 前前后后的大厅 现在山腰上有一大堆人 看不到前茅了 看后面这个富士山哈 我要在这吐槽一下 本来刚看到富士山的时候 我还想 我一向的心胸好像就开破了 结果刚刚就跟这个 缆车的售票员炒上架了 也不算炒架吧 单纯就是我这一方面的输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队排的很长嘛 然后我看网上有 有那个电子票 然后我就买了电子票 结果买了电子票 我一问呢 他说你要跟这个买纸质票的人 一样排队 就是你还要随着他的队伍 然后再到他的那个售票窗口 结果到了售票窗口 我一看有那个资助贩卖期 这就是别人买纸质票的都是 从机器上直接就是买了就走了 然后结果我买了这个电子票 就是有那个Q2码的那个 就要去他的窗口再去换纸质票 是不是多此一举吗 简直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而且他那个窗口就一个人 同时对应团体票 你知道我前面有三个导游 一买都是买几十个人的 那个卖票窗口的人工作人员 一张一张的给他数 那个钱一遍又一遍的核对登 等到我的时候 跟我同时排队买纸质票的人 早都坐着懒车来回一圈了 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浪费时间 我说你既然不能对应这个电子票 你干嘛非要搞他呢 卖他干什么对不对 他也不是说你直接扫个码就能用 你还要去他的窗口来换成纸质票 那我不如干脆直接买纸质票不用完了吗 不知道搞这个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而且买这个 而且就是换纸质票这个窗口 同时对应团体票 非常非常的花时间 这个电子票 大家一般意义上都是觉得他比纸质票更方便更快些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的概念 哇富士山要遮住了 反正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 大家来这个富士山河口湖 坐那个缆车的话 一定不要买电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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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缆车山顶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设施 然后 这个地面你看真的 再整理一下了 刚刚挖了挖了 想想你把水 我看有些女生的裙子都弄脏了 富士山完全被遮住了 现在 最后一天 有采用初线的人 在这地方 总是第一个小笨头 很明显 很明显 拍摄 你免得艘 一定要一个小笨头 已经逐一扨 都是个小笨头 满足 这就是一个大厂 真的是一个人一千日 这种小的船是30分钟两天是爱船算不爱谁算 所以两个人坐的话是一样的家庭 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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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其实这个天鹅的不太好 前面视野被挡住了 坐那个茶杯的特别的空旷 不过现在啥也看不见呀 啥都没有 这能看见富士山吗 这船直直奔着我们来 这啥意思 吓我一跳 富士山能看见吗 刚刚以为船都挡住了呢 那还得接着往前骑 注意别撞了船才行 现在是在湖面上 现在是在湖面上 哇 哇 今天在这个冬横 嗯 住一天啊 然后现在全都前面这种自住的机器 像那个机场的机器一样 自己拆机 然后这有免费的咖啡 另外的话 这些东西啊 像是梳子肥皂牙刷 烂七八糟的 都是自己在这拿 有些都在这 而且在这里还有那个 skin care 就是擦脸的东西吧 变化钩 什么的 面霜都在这可以自己拿 这是那个酒店周围 晚上才几点钟啊 六七点钟啊 然后就是这个状态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烟 然后餐厅也比较少 本来我以为这个富士山这边就是河口湖这里挺有名的 离东京也近 应该会有很多人来 确实游客也不少啊 白天但是晚上没想到跟那个北海道 那个就是乡下的地方差不多 北海道本身已经很很冷清了 然后我上次去乡下的地方更冷清 晚上也是没什么人就跟这里一样的 都有点恐怖 你看前面这个路的尽头隔了一段有一个就是怎么说 有一堆现在亮着的地方能看清吗 据说是登山的人 前面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富士山 登山的人的灯光 现在是不是晚上在那里休息 第二天早上也打开 哎你等一下宝贝 你看看这个大雪下的我的妈 我要毛大雪呀 全都白了 赶紧吃完早餐就走了 不知道会不会列车停止运行 前面那个方向应该就是富士山好 但是现在啥也看不见了 嗯 嗯 抓着雪了你看这个车 看着全是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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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所有的东西都晚点了 超级大的雪呀 看这个雪花 看这个雪花 看到了吗 现在我在那个列车也晚点了 再等等四十 不然今天能不能回到东江 我们现在终于坐上了车 不过也是大雪纷飞 不知道这个路上又会不会停了 这一辆车首先就能到东京都 好像到高尾高尾站 这个路上也看到了 是 有个人想要是 是 是